国台台大团队调查 台湾民众正面看待景气 消费意愿转趋乐观 上修2024台湾积极成长率 积极复苏态势更加明朗 对未来的这个景气 应该是从去年的只有1.3% 会上手上修到今年 可能会成长3% 特别是出口的表现 较我们原先预估的乐观 财政部近日就表示 今年首季台湾出口值 落在1070亿美元到1080亿美元 将创历史次高 国际景气能见度佳 不过最大变数来自通膨 四月电价也拟大幅调涨 学者研判今年CPI 不排除逼近2%或更高 我们预期今年电价调幅会影响 CPI指数可能会有0.2%左右 所以今年的通货膨胀率 如果在接近2% 你可以知道 这四年的通货膨胀率 都超过2% 那当然对民众的生活成本 是构成一定的压力了 台湾资本市场周三盘中 在刷新高纪录破2万点 国泰金控投资长陈淑芬表示 全球景气软着陆 总体经济面相对稳健 但也观察到 金融市场有几大风险 第一个就是当中的比例很高 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被动投资的流行 有一些大量的钱投入类似的个股 那这个当然成也是他 半也是他 转折的时候自己提早要做一些判断 好不然就会变成有激动度的风险 国泰台大团队也指出 整体而言 今年景气相对仰赖外需支撑 美中经济 费的降息时间 地缘政治等因素 都将左右未来走向 新台电视林家卫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